暫時在目前為止我們大概預計 今天參與遊行人數有13000人 但還在做最後的數字 怎麼確定這個數字是否最後的數字 你預計有什麼方法去運行區 其實都是意料之外的事 但我覺得今次遊行人數不應該視為市民接受代注 因為過去幾個月的雨傘運動 的確是反映了市民反對白身的決斷 如果政府認為今次遊行沒有主任單位預期的5萬人 而認為市民接受代注的話 我認為梁振英跟玩火自販沒有分別 日後的市民一定會用公民抗議的方式 如果特區政府堅持香港人先代注的話 是會引發更多的抗爭運動 而要投行的絕對不是民間人權政事 而是特區政府 其實如果用今天的遊行人數來離定 泛民的叫價太高的話 我猜他無法解釋去年電子投票 以及去年整個預算運動 有超過百萬香港人的參與 這次遊行我覺得是其中一種表達的方式 以及機會 但我不相信香港市民會先接受代注 這個方案 而亦都是我剛剛所說的 人數跟我們預計的有落差 不等於市民先接受代注 原因是有很多 可能他們是不接受現在政府提出的方法 選擇用一個更激烈的方式 去表達他們的意見都未定 其實社會運動多元化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來的 在日後的事件 除了遊行之外 因為更多人選擇用公民抗民的方式 去政府先壓的話 是一個好的政治策略 民陣日後會怎麼做 我猜現在都言之上早 我們都還需要時間去補算 去檢討 而對於其他公民抗民的朋友 我都希望他們能夠有一個清晰的解說給公眾 他們的目的 他們的原因是怎樣 令到更多市民明白公民抗民的原因 明白他們做行動的原因 去把壓力直接指向政府